嗨 大家好 这是我的儿子凯明 说嗨 凯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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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凯凯的弟弟 丽红 妈咪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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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作为一个妈妈 我一直在想 怎么样让我的孩子 能适应这个变化 越来越快的世界 究竟现在的教育 能不能帮助到他们 以后获得成功的人生 和有意义的生活 我是Cisi 是第三代幼儿教师 在纽约获得了 美国蒙特索利教师执照 我的外公和奶奶是小学老师 我的妈妈和姑姑 现在也在中国开办著 蒙特索利幼儿园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需要更重视幼儿教育 并且考虑什么才是最好的 幼儿教育 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 我们大脑的85%的发展行程 是在三岁 而90%是在五岁 所以我们不要错过这个 幼儿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 如果要获得成功 他们需要更多的创造力 更加的自信 而且还能够 适应未来的一切变化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 我是在我妈妈的幼儿园长大的 因为在我一岁时 我的父亲突然离世 妈妈为了让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付出了很多 她离开家乡 到海南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她努力地工作来支持家里 存了足够的钱后 她在1995年 开办了她的第一所幼儿园 几年后 我的姑姑和妈妈 开办了海南最早的蒙特索利幼儿园 那时在中国 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蒙特索利 其实蒙特索利教育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幼儿教育 玛利亚蒙特索利博士 是意大利最早的女性医生 她开创并发展了蒙特索利幼儿教学法 并于1907年 开设了第一所蒙特索利学校 她发明的这种特殊的幼儿教学法 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 像戴安娜王妃和她的孩子 威廉、哈里王子 都上过蒙特索利学校 还有谷歌 实践去学习 学生们自己主动地去探索 获得知识 传统的教学通常是让学生被多分 被得越多 分数越高 而蒙特索利的方法 会使孩子们主动地去热爱学习 该方法的核心 是为孩子创造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 孩子是发现知识 而不是被给予知识 因此 因此 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 我的妈妈和姑姑 都致力于将蒙特索利 和最好的早教方法 带到海南和中国 今天 她们在中国各地 开设了12所蒙特索利学校 延续了环利亚蒙特索利博士的教育精髓 让更多的孩子 有机会接受这么好的幼儿教育 嗨 大家好 这是我的儿子凯明 说嗨 凯 嗨 嗨 再来 再来 继续播剧 不好意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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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可以幫我寶貝忍一下,記得看他們的 我? 去的,你去的 你去的 就試一下,不容易的 不容易,不容易吃,你拿著手袋給你 沒有了 餅餅給我,我吃餅餅,拿餅餅給我,快點來 說Hello Hello 再來一次 說Hello 你先說Hello,寶貝 看前面 Hello 說Hello,這東西 Hello 這是凱凱的弟弟,利弘 嗯